这声惨叫,一瞬间撕破了殿内的喧闹,大家纷纷朝蜀王妃的方向看去,蜀王妃已经从椅子上跌了下来,她坐在地上,眼里闪烁着受惊的泪光,而拍在她肩膀上的那只手,就是蜀王的,她刚刚赶来赴宴,正想跟妻子说一声,却见她独自一人坐着发呆。 没想到,蜀王妃被她一碰,竟然吓得跌坐到地上去了,她看见蜀王的第一眼,也是露出了惊恐的神色,蜀王暗中拧眉,发现大家都看过来了,她急忙惊慌失措地将妻子拉起来。 月和,你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蜀王妃收敛了几分神色,却还是忍不住微微颤抖,被搂在蜀王怀里的她,只觉得有些反胃。 对,我没事,她暗在眉心,大概有点不舒服,皇帝已经走了过来,王嫂没事吧?正好神医和鬼医都在这儿,让他们看看。 她说着,那边司马寒和香油都走出来查看情况,蜀王一看见香油,面色就变了,她想到了什么,低头看了蜀王飞一眼,眼底顿时闪过一抹阴影,皇上,恐怕月和她不太舒服,我先带着她回去了。 蜀王说吧,打横抱起蜀王妃。蜀王妃受惊不小,忘记了挣扎。 然而,这一瞬间,她好像闻到了蜀王身上传来了淡淡的脂粉香,是一种奇特的草木香气,她从来不用这样的脂粉。 想到这里,蜀王妃抬起头,看见蜀王彭扶关怀的面孔。 她在来之前,莫非是去陷了别人?皇帝没有察觉他们二人的不对,只轻轻点头。 好,那你们先回去。有什么事?再派人告知阵。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沈宁宁的声音。皇帝勃勃,打碎琉璃佛的人。 我们找到了,就是九皇子身边的小太监。蜀王要离开的脚步,忽然停住。 众人只见大殿门口。沈宁宁和莫临威结伴走来。 裴颖跟在他们身后,扛着被五花大绑的小太监。皇帝震惊。 怎么会是他?裴颖将人直接扔在地上。 小太监摔出一声惨叫。 你自己跟皇上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 裴颖冷逝。 是。满殿权贵和妃平。 在这样黑压压的目光注视下。 小太监吓得浑身哆嗦。 他抬起头来。 是。 是奴才打碎了琉璃佛。 皇帝怒目相识。 你到底受谁指使? 小太监不敢说。 齐妃和九皇子听闻消息。 仓促赶来。 父皇。 儿臣才知道这贼胆包天的太监。 竟然敢撞碎琉璃佛嫁祸给表妹。 实在是罪不容恕。 请父皇立刻下旨赐死。 九皇子一来。 便愤怒地指着小太监。 齐妃走得仓促。 期间经过蜀王时。 不动声色地看了他一眼。 皇帝显然不信九皇子的说辞。 阴沉的眼眸盯着他。 他一个小太监。 怎敢冒死去毁坏琉璃佛。 背后当真没有人指使。 齐妃生怕皇帝怀疑到九皇子身上去。 他连忙站出来帮忙解释。 皇上恕罪。 都是臣妾管教疏忽。 几日前威尔来宫里看望臣妾的时候。 臣妾曾私底下抱怨齐家对臣妾狠心。 当时皇儿与这个小太监也在场。 只怕是让他听去了。 故而立功心切。 才想着教训威尔一顿。 跟臣妾邀功。 小太监抬起一张惨白如指的脸。 还不等他说话。 九皇子已经怒道。 我和母妃带你念好。 之前你母亲病了。 还给你赢钱让你去为他寻最好的郎中。 你却对我表妹下手。 那是我亲表妹啊。 小太监听到母亲二子。 情不自禁地低下头。 眼泪潸然。 哭得发抖。 将罪行全认了。 是奴才错了。 不该想着欺负齐小姐。 就能为齐妃娘娘出气了。 皇上饶命。 奴才再也不敢了。 皇帝脸色铁青。 大手一挥。 拖出去杖壁。 小太监惨叫着。 一路高喊。 齐妃娘娘。 九殿下。 九殿下。 沈宁宁和莫林薇默契地皱了皱眉。 小太监莫说完的话。 只怕是要他们替自己后代母亲。 但齐妃这样蛇蝎心肠的人。 只怕这小太监要亡死了。 皇帝眼神阴沉。 看向九皇子。 底下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跟你的纵容不无关系。 近来朕交给你的政务。 也拼拼出错。 朕看你不仅管不好吓人。 连自己的能力都欠佳。 你这样。 朕怎么能放心将兵部交给你管理。 你即刻交出兵部的权利。 太子。 以后兵部由你来负责。 莫林薇扬眉。 如果接了兵部。 六部就都归他管了。 老头真会给他找事干。 然而那边。 齐妃和九皇子已经双双变了脸色。 皇上。 李儿他还年轻。 只是管教不好工人而已。 至于政务上。 臣妾定会在督促他好好向几位老臣请教。 还请皇上不要让他失去历练的机会。 一旁蜀王没有走。 方才还一脸急色。 彭扶为了蜀王妃的身体考虑。 此时却站在不远处不走了。 瞧着局势隐隐担忧。 他怀中的蜀王妃心里一片冰冷。 事到如今。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丈夫眼里看着的。 都是齐妃这个人。 而对他的关心。 却从来都是刻意假装的。 蜀王妃挣扎着从蜀王的怀里下来。 王爷去劝劝吧。 他声音淡淡。 心情已经逐渐稳定了下来。 这句话正合蜀王心意。 他连忙点头。 敷衍了蜀王妃一句。 虽是皇上家世。 但这魔多大臣在这儿。 若是真的发落九皇子。 也会闹得不好看。 我去劝劝。 夫人在这休息片刻。 看到他这个反应。 蜀王妃确认了自己的猜想。 他眼底一片幽良。 恨意窜天气。 蜀王刚走向那边。 蜀王妃先他一步开口。 皇上。 请恕我直言。 九皇子之所以惹您恼怒。 其实是欠缺历练。 他说着。 走向人群。 面色已然恢复平静。 蜀王惊愕地看向他。 立马去钻蜀王妃的手。 奈何蜀王妃轻巧避开。 直到走去众人眼前。 与其妃阴冷的目光对视上。 其妃。 王嫂。 皇上只是教训里儿几句。 你身为他的伯母。 怎能说出正魔让人寒心的话。 蜀王妃微微一笑。 语气平静。 我既身为他的伯母。 更应建议一二。 沈宁宁这个时候嘟闹。 王妃伯母说得没错。 说是小太监想害小薇才动手。 但怎么会那么巧呢? 大家又不是傻子。 他的声音不大不小。 却正好让周围的人都听见。 皇帝的眼神沉了沉。 他看向九皇子。 既然你母妃刚刚都说你需要历练。 正好。 朕早有意送你去幽州。 你便去那儿待上几年。 齐妃的脸色一下子惨白。 幽州。 那是极其苦寒之地。 获罪的大臣倘若被流放。 都是发配去那个地方。 他早知道皇帝只在乎太子。 可是没想到。 他居然能对他的儿子这魔狠心。 蜀王有些急了。 皇上。 九殿下还这魔小。 他。 哪里小了。 皇帝有些不满。 王兄。 朕跟你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 已经做出一番成就了。 皇帝心意已决。 不管齐妃怎么求情。 他都不打算改变主意。 于是。 九皇子含恨离开。 因着这出意外。 众人的宴会也不花散。 沈宁宁宁被莫林威送到宫门口。 齐妃牙字必报。 将九皇子送走了。 他定然想着反咬一口。 你进来小心。 莫林威提醒他。 小姑娘一点都不怕。 她再来招惹我。 我就彻查她的秘密。 让她彻底没脸做人。 什么秘密? 莫林威扬眉。 沈宁宁画到嘴边。 默默地忍住了。 莫林威还不知道。 她已为彼此恩爱的大伯和大伯母。 实则只是假象。 沈宁宁不打算说。 莫林威却打算追问到底。 还是不肯说。 就像你跟裴颖有了误会。 但这件事我却不知道一样。 沈宁宁。 怎么事事都想瞒着我。 少年拧起黑冷的眉宇。 谈及裴颖那件事时。 眼里还充满冰冷的不悦。 沈宁宁没有办法。 眨着大眼睛。 有些交集。 告诉你也行。 但是。 你才不会信。 你说了我就信。 你大伯鼠王喜欢齐飞。 跟他偷偷见面。 瞒着你大伯母。 一句话。 让莫林威陷入了沉默。 沈宁宁见他不说话。 反而脸色阴沉。 被月光所照不到的眼底。 一片深渊。 小姑娘拽了拽他的袖子。 你生气了。 然而。 莫林威却问。 你怎么也知道这件事。 听他的口气。 沈宁宁大为惊讶。 哥哥早就知道了。 也只是最近才查到的。 那日在王府。 他纵马侧是蜀王身边护卫的用剑习惯。 确认他们是左手以后。 莫林威便猜测。 去刺杀谢明安的那一伙人。 可能是蜀王安排去的。 但蜀王为什么要刺杀谢明安。 于是,莫林威就安排人暗中彻查。 虽然没有查到护卫的事。 但是他查到。 蜀王多年前, 跟齐妃暗中互通情谊。 只可惜。 那时候,他的父皇已经是皇帝了。 齐老夫人执意将齐妃送到宫里去。 而不愿意让女儿跟着蜀王去蜀州受苦。 在齐老夫人眼里, 宁可让女儿做皇帝的公妃, 也不让她做蜀王的正妃。 硬生生地将两人分离。 莫林威悬查道, 齐妃当年要死要活了一阵。 但最后应该是知道, 反抗不了。 于是才妥协进宫。 至此, 他就猜测, 谢明安断案如神。 对所有细节观察入微。 或许是谢明安也发现了, 齐妃跟蜀王有什么藕断丝连的事。 这才造成了蜀王要派刺客去灭口。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从那以后, 莫林威对蜀王的态度大变。 一个会背叛妻子的人。 成婚后还惦记着齐妃, 根本算不上男人。 根本不值得他敬佩。 沈宁宁松了口气, 早知道你清楚这件事的话。 我就不用苦苦隐瞒了。 莫林威敏紧薄唇。 你不告诉我, 是怕我伤心。 沈宁宁轻轻点头, 毕竟哥哥说过, 那是你的亲人。 莫林威一声淡然地笑。 他漆黑地薄眸, 望着小姑娘。 但是, 你说的话, 我都会认真去思考。 如果你提醒我, 我会慎重去重新审视那个人。 沈宁宁, 她非常认真, 因为我最相信的人是你。 她父皇对母后的行为, 让莫林威觉得 所有感情都不牢固。 但很奇怪的是, 她跟沈宁宁相处的时候, 却觉得 他们的关系 可以地久添长, 彭佛能做一辈子的亲密朋友。 沈宁宁走之前, 跟她说, 我们得好好关注你大伯母那边的情况了。 今天将九皇子送走的建议, 毕竟是她提出来的, 只怕蜀王跟齐妃, 会一起恨上她。 小姑娘都不敢想, 如果枕边人要害她的命, 那蜀王妃怎么躲得过去? 莫林威点头, 眼眸深深。 我方才考虑到这一层, 已经安排暗卫跟着他们回去了。 希望她大伯, 不要做出更过分的事, 否则她也不介意, 将蜀王的过去, 全部扯出来, 摊开给她父皇看。 蜀王福? 蜀王和蜀王妃回来, 就关紧了房门, 站在外头的丫鬟, 只能听见里面传来争吵声。 突然, 啪, 被一声脆响传来。 屋内, 蜀王妃被蜀王一巴掌扇倒, 跌坐在地上。 她捂着脸颊, 眼神通红, 却充满冷静的恨意。 蜀王指着她, 十分失望的语气。 我没想到, 居然是这样一个毒妇, 居然因为当年的事, 猜测我和齐妃现在的关系。 月和, 你在想什么? 齐妃如今是皇上的妃嫔, 就算多年前, 我们曾互相喜欢, 但那都是过去而已。 成婚后, 我对你的好, 难道还不足以说明, 我现在心里只有你? 你倒好, 在宴会上, 居然因为妒忌, 害了她的儿子。 你这魔作, 真让我感到羞耻, 简直毫无人性。 她倒打一耙的指责, 让蜀王妃痴痴地笑出声。 我毫无人性。 那我问你, 那病地连的玉牌呢? 真的是九皇子买来的吗? 蜀王脸色一僵, 甩袖背过身去, 非常气恼。 你别胡搅蛮缠。 蜀王妃捂着脸颊, 眼泪冰冷地低落, 她感到心上彻骨的疼痛。 从前蜀王妃只以为她是没有脾气, 所以百般纵容自己。 哪想到, 原来是没有踩到她的底线。 她只是建议皇帝将九皇子发配去幽州历练。 她便急不可耐地撕开了自己伪装的面具, 动手打了她。 给你一个机会, 别让我再生气了。 你跟我明日去宪皇上, 为九皇子求情。 我不会去的。 蜀王妃冷笑。 她说什么? 都要枪其妃的孩子送走。 蜀王转身, 怒目相视。 你别忘了, 你可是九殿下的伯母。 你害她去幽州。 怎么对得起良心? 蜀王妃扶着桌子, 缓缓站起身, 白皙的脸颊上高高地红肿起来。 她声音坚定冰亡。 我是凌威一个人的伯母。 九皇子说白了, 不过是妃嫔所生。 并非嫡出, 跟我攀不上任何关系。 你…… 蜀王这下, 真的动怒了。 额头上青筋毕露, 双眸赤红, 旁扶下一秒, 就会掐死蜀王妃。 这魔多年, 你无所出, 还如此善度歹毒。 我真应该休了你。 蜀王彻底恼怒。 她甩袖, 猛地踹门离去。 徒流蜀王妃一人笑着擦去眼泪。 可心里的苦楚, 怎么也擦不完。 没过几日, 皇上果然言出必行, 让九皇子去幽州了。 听说齐妃跪破了膝盖, 也没有能求到心软。 而蜀王也为了这件事。 多次建议, 最终却惹了皇帝艳烦。 嫌他啰嗦, 九皇子走之后莫多久。 这日, 沈宁宁刚从国学府出来, 就看见自己的侍卫仓促赶来。 公主殿下, 您就回来的那个人, 逃了。 沈宁宁有些着急, 一边赶去公主府, 一边质问侍卫们。 我早就交代过, 让你们看好他, 为何还是让他逃了? 侍卫仓促解释, 他一醒来, 就喊头疼, 又像是中邪一样, 浑身抽搐。 我们生怕他死了。 故而连忙去找郎中, 顺便想跟公主殿下通风报信。 可没想到, 那古大师, 就是趁着这群人, 被他搅得慌了的时候。 从公主府跑了, 沈宁宁走到一半, 忽然抬起小手让停。 他水眸漆黑成澈, 他有心躲藏的话, 我们肯定是找不到的。 当初他害了魏家, 以魏家的地位, 都莫能抓住他。 我得给他来个大的。 小姑娘说完, 下令马车改道, 直奔回降云村, 把黑狼王带上了。 庞大的狼, 跟小姑娘挤在马车里, 乖乖地听他安排。 狼爹? 你闻一闻, 就是这家伙跑了, 帮我找到他。 沈宁宁说着, 让侍卫把古大师的衣物拿过来。 黑狼王嗅觉敏感, 还没靠近, 就闻到一股味。 哦, 他发出前呕的声音, 像人一样, 让侍卫都惊了惊。 沈宁宁连忙前笑, 摸着他的耳朵说, 这个古大师在外逃窜已久, 恐怕是有点味道。 浅浅闻一下就好了。 黑狼王暗中嗷呜了两声。 他在说, 如果不是沈宁宁请他帮忙, 这种苦活应该让狼三来干。 一到公主府, 黑狼王就迫不及待地跳下马车, 在地上到处绣着走路。 沈宁宁本以为他要带着他们走到街上。 没想到, 黑狼王反而是往公主府的深处去了。 看来, 那个古大师竟然没有逃出去, 他还挺聪明的嘛。 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黑狼王一路找到后院的菜轿去, 这里毗邻后厨, 一般除了厨娘帮工那些人, 侍卫们不会找到这儿来。 在菜轿里, 黑狼王猛然一声吻吼, 吓得里面传来瑟瑟发抖的声音, 别吃我, 别吃我。 古大师果然藏在菜轿里, 沈宁宁暴毙, 小脸扬起, 狼爹, 把他拖上来。 他说完, 黑狼王咬着古大师的衣领, 直接将他拉到了众人眼前。 哎哟, 古大师在沈宁宁面前, 吓得像翻了壳的乌龟, 手脚发软的一通挣扎, 才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 侍卫们团团围成了一个圈, 他今日插翅难逃, 古大师面有悲戚, 要杀要寡, 喜听尊便吧。 沈宁宁拧起粉唇, 我才不杀你, 我倒要问你, 你跑什么? 难道, 你心虚不成, 我行骗已久, 劫仇的人, 没有五个也有十个了, 哪知道你是哪位尊驾。 古大师浑身贪乱, 有气无力地说, 这时, 他留意到旁边的黑狼王, 才想起来, 刚刚他就是被这头狼拽出来的, 而沧云国上下, 能饲养狼的人, 古大师一阵, 你是浮宁公主, 沈宁宁, 沈宁宁不理会, 直接掏出客友, 灯月, 二字的银牌, 你告诉我, 这个东西是哪来的? 古大师眼神顿时闪烁, 我, 我捡来的, 沈宁宁就知道, 他不会说实话, 小姑娘故意冷着娇俏的一张脸, 狼爹, 吃了它吧, 反正留着也没用了, 说完, 他转身就要走, 而黑狼王, 发出凶狠的怒嚎, 朝他扑了过去, 古大师一声惨叫, 尖锐的声音, 充斥着求生欲, 我说, 我说啊, 那是从你娘沈思义沈女士那儿得来的, 沈宁宁忽然回过头, 黑狼王也在这一刻退了回去, 小姑娘乌黑的大眼睛闪烁着兴奋, 真的, 你果然认识我娘, 我, 古大师抬头环顾四周, 他叹了口气, 知道瞒不下去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还请公主给我一个单独秉奏的机会吧, 沈宁宁让人将他带去了一个偏屋里, 且让侍卫们守在门口, 他只带了黑狼王进去, 有黑狼王震慑, 古大师若是敢伤害他, 必定会马上命丧狼口,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你当初行骗, 也骗过我娘亲, 沈宁宁坐在椅子上, 胳膊搭在扶手上,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贵气, 古大师有些犹豫, 我该怎么跟公主殿下形容呢, 我并非骗了沈女士, 而是, 我是她的下属之一, 我们为了同一个是努力, 不知道这么解释, 公主殿下能不能理解, 确实有点费解, 沈宁宁皱起带眉, 想了好一会, 他忽然说, 同一个是, 难道, 你指的是, 灯月计划, 古大师的脸色, 堪称震惊, 公主殿下怎么会知道这个的, 沈宁宁抿了抿唇, 我酿青留下的日记里, 曾说过, 她是因为灯月计划, 来到了这个地方, 但是, 小姑娘不明白, 这个计划具体指的是什么, 总不能是真的飞到月亮上吧, 难道她酿青, 真的是神仙吗, 古大师眼眶湿如, 她打起精神来,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一五一十, 将事情的真相都告诉公主, 她说, 她跟沈思义, 做的是同一艘飞船, 他们来自一万年以后的末世, 因为后世的资源被挥霍得差不多了, 所以, 他们利用最先进的设备, 创造了飞船, 去月球上开拓新的城市, 沈思义, 作为当时的女上将, 被一个叫联合国的地方选聘为船长, 她的船上带了三百来号人, 为了解决食物问题, 后世的人利用科技, 做出了一种名为存储空间的随身功能, 确保他们去了月球上也能存活, 此外, 他们还考虑到了一种可能, 万一月球内部有为之生命, 他们也需要武器保护自己, 所以, 沈思义来的时候, 携带了两种存储空间, 一个放物资, 另外一个则掌控各种各样的天灾, 若是遇到了特殊情况, 就利用天灾覆盖那个星球, 建立其属于他们的全新的世界, 只可惜, 古大师眼神黯淡, 我们在行驶的时候, 突然遇到不明磁场颠簸, 整个飞船越过一片刺眼的白光, 等我在醒来的时候, 已被扔到了这个时代的深山老林里, 后来我才找到沈女士, 与他在这儿会合, 奈何除了我们两个, 飞船上剩余的人都消亡在那片白光之中了, 沈宁宁听后, 大魏震撼, 他的小脑瓜里, 塞满了暂时无法理解的东西, 但, 有一件事, 他弄清楚了, 他的酿青有两个仙境, 物资的那个给了他, 而还有一个能操控天灾的仙境, 莫非, 落在了别人手中, 这么说, 苍云国频频出现灾难, 并非是偶然, 而是有人刻意未知, 沈宁宁顿时想到了一个人, 齐飞, 沈宁宁疑惑地看着他, 是不是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能操控物资和天灾的储存空间, 古大师连忙摆手, 当然不是了, 我在飞船上的职务, 叫终极工程师, 是没有这些资源的, 能有的, 只有船长, 沈宁宁皱起带霉, 果然跟他猜想的一样, 娘亲当初跟齐飞关系要好的时候, 会不会是将天灾的仙境给了他, 连古大师自己都叹气说道, 沈大人意外溺水身亡后, 天灾还频频出现, 我怀疑, 这个东西已经落在了别人手里, 只有一个办法能阻止, 沈宁宁盲问, 是什么办法, 只要找到物资空间, 里面有一个按钮, 可以摧毁天灾发动的装置, 小姑娘听得云里雾里, 接下来, 古大师便用了很长的时间, 跟他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古大师的口中, 上万年后的百姓们变得极其厉害, 他们研发了许多高科技的东西, 天灾空间就是一个, 可以控制天象的东西, 毕竟带着几分危险, 所以, 科学家在制作它的时候, 也准备了后路, 在物资空间里, 只要按下那枚按钮, 就能让天灾系统自动摧毁, 古大师甚至推测, 据我观察, 每次的天灾来势汹汹, 这说明, 现在掌握天灾空间的那个人, 他并不知道, 这个系统也有个弊端, 一旦他不停地操作, 把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引来, 就会让系统自动判定, 释放更多的天灾出来, 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不过古大师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他知道, 能摧毁天灾系统的人, 必然是沈明明, 沈女士在离世前, 肯定将这个物资空间, 从皮下转移到了女儿的身上, 再加上古大师这么多年来, 流浪江湖, 也听说过不少属于沈宁宁的传言, 小姑娘出手阔绰, 能跟野兽沟通, 还能变出种子, 这一开始都是沈思义的能力, 沈宁宁还问了古大师很多问题, 比如, 当初他为食魔要欺骗魏家的人, 古大师抚恤一笑, 我可没有任何目的, 而是我听说, 他们正在到处找人对付你, 故而就来拖住他们的精力, 让他们当众出丑, 这件事, 现在他提起来都颇为自豪, 古大师来到这个时代的时候, 身上就揣着三枚雨坛, 江湖上的传说, 都是他看不下去那抹干汗了, 才打了几个雨坛上天, 至于沈宁宁, 她可是沈女士的女儿, 在古大师眼里, 是他们自己人, 沈宁宁忽然想到莫林薇的病, 那哥哥的病, 是不是跟拿了天灾系统的人有关系, 您是指太子, 古大师眼中一片料然的笑容, 肯定有关系啊, 我虽然没有操作过那个系统, 但是我知道, 它不仅可以影响天象, 还可以给人带来疾病, 但对方具体用的是什么手段, 古大师不知道, 沈宁宁只怕莫林薇折磨多年来的寒症, 都是齐飞搞的鬼, 怪不得, 每次天灾来的时候, 莫林薇的救急, 都是最初才会发作, 越到后面, 估计是资源都拿去投放天灾, 莫林薇反而不受折磨了, 沈宁宁私来想去, 都觉得摧毁天灾系统是当务之急, 免得齐飞那个妖婆继续用着她酿亲给的东西, 作威作福, 坑害天下人, 小姑娘想起仙境雷殿里, 当她要摧毁天灾的时候, 却显示让她输入密码, 她连忙问古大师, 这些空间里所谓的密码, 你都知道吗? 古大师这下一脸茫然, 当然不知道了, 我只是个普通的中级工程师, 能知道密码的, 只有沈女士本人, 否则谁都能操纵系统, 岂不是天下大乱? 沈宁宁被齿咬唇, 那我该怎么寻找? 古大师替她想了想, 空间里肯定留有沈女士的东西, 公主多多翻找看看, 一定能找到密码, 只能如此了, 沈宁宁叹了口气, 忽儿, 她抬起乌黑水润的眼眸, 既然你说的多么问题, 那卫师魔刚醒来要逃跑, 古大师有些不好意思, 摸了摸后脑勺, 我也不知道, 是公主救了我, 一看见雕梁化洞的屋子, 就害怕, 还以为是之前装神弄鬼骗过的仇家寻来了, 古人迷信, 她稍作引导, 这些年过得风生水起, 但就是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长了, 否则骗术被拆穿, 会有挨打的风险, 一切问清楚以后, 沈宁宁便准备离开, 先回廊山, 她走之前, 让人看紧古大师, 如无必要, 不能放她出来, 古大师一脸诧异, 被拦在门口, 朝沈宁宁的方向大喊, 公主殿下, 该说的我都说了, 怎么还不让我出去啊, 沈宁宁回眸, 脚白的小脸, 在阳光的辅照下, 笑得十分明媚, 古大师一个恍然, 她身上真的有沈思义的影子, 只听小姑娘说, 这可不是关着你, 而是保护你, 毕竟古大师你知道这么多的事情, 我不能放任, 你在外面乱跑, 你放心得留下来吧, 一日三餐都有人为你送来, 在我这儿绝对安全, 说完, 沈宁宁就走了, 古大师无奈, 跟沈女士的语气, 还真是一模一样, 沈宁宁带着黑狼王乘马车, 因着试回廊山, 故儿只叫了一名赶车的侍卫, 回去的路上, 小姑娘一直在思考古大师说的话, 酿青有两个东西, 称之味系统, 来了以后, 在齐家跟齐飞交好, 于是将其中一个象征着天灾的系统, 交给了齐飞, 但后来两人绝恋, 酿青就没有想过要回来吗? 沈宁宁沉思, 只怕肯定是想过的, 但凭齐飞那种性格, 东西给了肯定拿不回来了, 说不定, 酿青跟他关系决裂的原因, 也是因为齐飞不顾劝阻, 飞要降下大汗, 他胡乱使用天灾系统, 一定跟酿青当初给他东西的初衷背道而驰, 沈宁宁想起来, 连莫灵威都说过, 齐飞就是在干旱的那段时间祸宠的, 因为天下大汗, 唯有他坚持日日抄精, 皇帝就被他的善良感动了, 殊不知, 掀起这场灾难的人, 就是看似菩萨心肠的他啊, 沈宁宁摇头叹气, 好阴险的人, 马车刚驶出城门, 到了京郊附近, 突然之间, 一道道破空之声传来, 树根箭矢盯在了马车上, 黑狼王猛然拱起身子, 浑身的毛发都因金木炸了起来, 马车剧烈摇晃, 外头赶车的侍卫急促说, 不好了, 公主殿下, 有刺客, 情况危急, 外头驾车的侍卫抽出长剑, 挥舞击落那些案件, 饶势如此, 他肩膀上很快中剑, 藏在周围林中暗处的刺客们, 纷纷持刀追了过来, 侍卫势单力薄, 很快被打落下马车, 马匹被刀剑的晃影惊住, 抬起司鸣, 整个马车剧烈地晃荡起来, 沈宁宁已经拼命稳住自己的身形了, 奈何还是被猛烈地撞击, 碰着了小脑袋, 他顿时撕了一声, 眼冒惊心, 黑狼王一声愤怒地狼笑, 他嘱咐小姑娘不要出去, 便立即跳出马车, 一头强壮的黑狼猛地冲出, 那群刺客们顿时吓得呆住了, 很快, 外头传来猛受厮杀的吼叫声, 沈宁宁挑怜, 情急地回眸看去, 黑狼王身形庞大, 虽一口一个刺客, 但那些刺客竟有十几人之多, 且他们手上还都持有力气, 沈宁宁当机立断, 决定去帮忙, 他爬到马车的车缘上, 小手一把攥住缰绳, 漆黑的水眸泛着无谓的光芒, 你别怕, 别怕, 小姑娘用手轻轻抚摸着拉车的马, 使得他渐渐停止了惊惧的跑动, 终于停了下来, 这马养在公主府里, 没有吃过他的灵泉水, 但不妨碍沈宁宁跟他交流, 小姑娘奋力拔出马车上盯着的箭矢, 直接割断拴着马匹的绳索, 随后, 他借着车缘的高度, 骑在了马背上, 咱们得回去帮忙, 将这群吓唬咱们的人, 统统打个屁滚尿流, 你敢不敢, 马儿真的听懂了, 思明晃头, 就是不敢, 沈宁宁却勒紧缰绳手, 转而强行调转马头, 喝得一声策马前去, 不敢就对了, 有了这一次, 你以后就敢了, 马匹思明着狂奔, 冲向被刺客包围的黑狼王, 快到他们身边时, 沈宁宁直接钻紧缰绳, 马蹄羔羊, 重重落下, 碰, 得一声闷响, 伴随着肋骨断裂的动静, 前头一名挡路的刺客, 背套了铁掌的马蹄踹飞, 擦着地飞出去一两米的距离, 随后吐出一口血, 一动不动了, 沈宁宁高兴的声音扬起, 这就对了, 再来, 马儿如同受到某种鼓励, 跟着沈宁宁转掉头, 碰到来袭的刺客, 这次不用沈宁宁钻缰绳, 他也熟练地抬提, 又是一技踹飞, 黑狼王进攻猛烈, 沈宁宁拉着马儿, 在周围厮杀, 碰上要用剑来偷袭的刺客, 小姑娘手里拔下来的箭矢, 便正正好好扔在那名刺客的身上, 不仅如此, 刺客们渐渐发现一个惊奇的事, 高坐在马背上的扶宁公主, 手里怎么一直有武器啊, 朝他们扔过来的, 不是锋利的匕首, 就是带着盗刺的飞镖, 他们也没看见他下马背, 这些戾气都是从哪儿捡的, 最后更位离谱, 沈宁宁拉住马儿跑远, 剩下的刺客们以为他怕了, 正想去追的时候, 却见小姑娘又哒哒地跑了回来, 离得很远, 他们只能看见, 他肩膀上好像扛着什么东西, 狼爹, 让开, 小姑娘熟练地大喊一声, 黑狼王猛然甩头, 将刚刚咬死的刺客扔去一旁, 随后, 绞尽的身影豁然一跃, 跑得极远, 刺客们还莫反应过来, 就听到, Soul, 的一声立响, 紧接着, 一枚火药重重地砸在他们的脚下, 顿时开花, 将人全部炸上天, 沈宁宁两只手抱着火虫, 在很远的地方露出甜美的微笑, 真是找死, 让我看看, 在掏点什么出来, 他飞快回忆仙境里, 还有什么好武器, 是没有用的, 然而, 侥幸还活着的刺客, 却鬼哭狼嚎地逃窜了, 沈宁宁更圆了水眸, 想跑, 狼狼, 追, 一个都别想逃, 最后, 黑狼王将那些想要逃跑的刺客, 都叼了回来, 要不是沈宁宁交代, 要留活口审问, 他就直接咬断那些人的脖子了, 等事情传到谢宿之耳朵里的时候, 他正在与皇帝商议正午, 听说沈宁宁遭遇了刺客, 伤亡惨重, 他下的面色惨白, 皇帝和莫林威同时站起身, 人在哪儿, 来报信的陈少北道, 究竟押去大理寺了, 不过, 他话都莫说完, 身边就闪过三道风, 谢宿之最先跑了出去, 他急着确认女儿的安危, 莫林威也担心着沈宁宁的安全, 而皇帝纯粹是要跟着去看看究竟, 谁敢胆大包天, 在他的眼皮底下刺杀辅女, 但皇帝刚跑出御书房, 就被太监和禁军团团拦住, 皇上, 您龙体尊贵, 不能贸然出宫, 您还是在宫里等着吧, 皇帝皱眉, 顿时回头, 指着一脸茫然的陈少北, 你, 去帮朕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当他们浩浩荡荡地赶去大理寺的时候, 沈宁宁正坐在椅子上, 捧着二哥谢明安买来的唐人, 吃得眯起眼眸, 黑狼王在他脚下, 也舔着一块糖, 谢素枝还没进门, 就看见有一匹马, 身上盖着颈布, 在马厩里吃着肥沃的草, 被三个大理寺小族伺候, 宁宁, 爹爹来了, 你没有事吧, 谢素枝眼眶都红了, 听说伤亡惨重, 他的心都快停了, 天杀的刺客, 竟敢伤害他的女儿, 他一定不会放过这群人, 莫灵薇都想好, 怎么让那些刺客九族, 血债血偿了, 但他们冲进大理寺厅堂, 看见沈宁宁悠哉悠哉的时候, 鸡人都是一愣, 谢素枝跑到小姑娘身边, 上下检查着他有没有受伤, 宁宁, 你, 你没事, 沈宁宁眨眨着大眼睛, 没事啊, 我就是把刺客打包送过来, 顺便坑了抽二哥一把, 让他用月缝给他买了好多吃的, 想到这里, 沈宁宁就高兴地眯起眼睛, 小脸粉嫩俏皮, 就在这时, 手持审问步子的谢明安, 从后堂走了出来, 看见自家父亲来了, 一脸淡然, 彭腐意料之中, 莫灵薇立刻问他, 查问到什么没有, 谢明安闽纯, 一共十六名刺客, 四名死于侍卫之手, 还有八人被狼三爷咬伤, 流血过多, 重伤不治, 送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死了, 剩下四人有两人被马匹踹断肋骨, 总之, 他们还有气, 只是昏死了过去, 未了审问, 所以, 卑职已经找了两名狼中来, 全力医治, 那边沈宁宁竖着耳朵听着, 有些不好意思的眨了眨大眼睛, 在大家都用惊讶的眼神看着他的时候, 小姑娘姑呢, 我都让狼爹下口轻一点了, 但是没想到他们这么脆皮啊, 黑狼王淡定地嗷了一声, 表示认同, 他咬得也不使劲啊, 很快, 弗宁公主带着一个侍卫, 一头狼和一匹马, 杀了十六个刺客的消息, 传遍京城, 大理寺接管了这个案子, 谢明安亲自负责彻查, 皇帝震怒下, 放出话来, 若被他知道, 是谁要谋害芙宁公主, 他便诛纳人九族, 朝廷众臣们对此案关注纷纷, 结果也很快就出来了, 竟是朝中一名五平小官安排的刺杀, 他在家中畏罪自裁, 留有一封绝笔信, 恳求皇上放过他的家人, 然而, 皇帝一眼就看出来, 他必然是为了旁人顶罪, 奈何那些被抓住的刺客, 皆指证是他指使, 在查无可查的情况下, 皇帝只能刺他九族被抄斩, 震慑朝野, 这日, 蜀王刚刚乘坐马车准备出门, 行驶中的马车猛然停下, 蜀王险些摔倒, 他皱起眉头, 训斥车夫, 怎么回事, 车夫隐隐担心的口吻从外传来, 王爷, 大理寺清谢大人, 拦住了我们的马车, 蜀王一正, 下一秒, 谢明安的声音自外响起, 王爷, 有机句话, 陈想单独跟您聊聊, 他说得恭敬, 然而, 刚说完, 就猛然挑脸, 那双黑尘的眼里, 盛机着怒火, 看得蜀王心底莫来游的心虚, 他直接坐在了蜀王身边, 王爷应该听说, 我妹妹宁宁被刺杀一事了吧, 蜀王缓了一下面色, 自然听说了, 幸好福宁公主, 有苍天庇佑, 没能受伤, 那些该死的刺客, 真是十恶不赦, 好在谢大人你年少有位, 终于揪出了幕后主使, 谢明安薄唇一扯, 笑得很嘲讽, 他黑眸悠悠地盯着蜀王, 一个无品官员, 从未跟我妹妹, 有任何交集, 刺杀他的理由, 居然是因为, 看不惯他横行霸道, 你觉得假不假, 蜀王沉默, 好一会跟着点点头, 似乎有些不对, 不是有些, 而是完全不对, 就算不熟悉我妹妹的人, 也都听说过他, 捐赢捐粮, 每每天灾来临, 整个苍云国水, 没有受过他的恩惠和拯救, 这个官员说出这番话, 可见是被人逼到了极致, 临死前胡言乱语, 谢明安盯着他, 那冷厉的眼神, 就像刀子一样, 快将蜀王捅穿了, 蜀王只能陪笑, 只能说明, 他蠢得很, 谢大人切莫跟这种人置气, 案子不是都查清楚了吗, 案子虽然查清楚了, 但是我不信母后主使者, 真的是他, 谢明安微微一笑, 他就差将自己的怀疑, 写在了脸上, 蜀王面色一变, 谢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你怀疑, 是本王找人刺杀公主, 谢明安阳起眉梢, 眼眸深深, 带着洞察人心的兵枉, 臣不敢妄议猜想, 这次来找王爷, 也是想跟王爷说清楚, 你们的事, 臣本来没心情在外面说些什么, 但是王爷也知道, 臣妹妹从小流落在外, 最近今年才找回来享福, 他吃过纳膜多苦, 我们早就决定, 谁让他吃苦受伤, 谢家就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人, 所以如果王爷知道, 真正谋害臣妹妹的人是谁, 不妨替臣告诫一番, 别把臣逼急了, 否则臣一定是谢家第一个发疯报复的人, 他眼里漆黑得很易, 不像是假的, 蜀王心头一震, 还不等反应过来, 谢明安就冷笑着说了道辞, 便先连下马车, 挑连看去, 他骑着骏马, 带着护卫远行, 臣是疯了, 都敢威胁到本王头上, 蜀王说住, 想起谢明安的眼神, 还是难免皱了皱眉头, 他肯定言出必行, 这次也是他大意了, 静春找的刺客, 他并未提醒对方, 小心扶宁公主反扑, 毕竟这孩子, 有着超出年龄的成熟和机密, 现在倒好, 裹针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这个时候, 莫灵威也在皇帝呢, 面色阴沉地暴毙坐着, 少年什么也不说, 只脸色奇差, 盯着皇帝好一会, 皇帝感觉到他心情不佳, 本想让他自己, 好好静一静, 否则自己开口, 必然又会被儿子怒气冲冲地呛回来, 但皇帝低头批乐奏折好半天, 总感觉那道冷立的视线, 始终落在他的头顶, 让他分心不说, 还有些坐立难安, 皇帝忍不住了, 放下笔, 你想说什么, 就直接说, 别光看着朕不说话, 到底怎么了, 莫灵威冷冷道, 我说了, 父皇可能会生气, 朕不是那魔容易生气的人, 再说了, 咱们是父子, 有什么话不能坦诚, 你说吧, 朕听着, 绝不生气, 皇帝充满耐心地笑了笑, 下一秒, 莫灵威便没语气黑地说, 你能不能废了大伯, 皇帝一正, 紧接着拍案而起, 你小子, 魂说什么呢, 莫灵威早就料到他会生气, 于是痴笑一声, 你看, 我就说你会不高兴, 废话, 你大伯是父皇的亲兄弟, 对你也照顾有加, 这几天, 我仔细回忆过, 小时候刚刚失去母后的那段时间, 照顾我的是大伯母, 不是他, 相反, 莫灵威从前没有留意过, 最近他好好回想, 才察觉, 他被接到蜀王府的那段时间, 都是蜀王妃陪伴在他身边, 他弥补他, 失去母亲的心伤, 而蜀王总是借口谈试, 成日里不在府邸里, 只有晚上才会回来, 顺便带点从外面买回来的玩具, 亦或是说点有趣的事给他听, 就算陪伴他了, 莫灵威一直认为蜀王和蜀王妃是一体的, 但直到他回想起小时候的相处, 才觉得蜀王几乎什么也没做, 在蜀王妃付出了他对莫灵威全部的关注和照顾以后, 蜀王只需要动动嘴皮子, 就能让莫灵威以为他跟蜀王妃对他是一样的体贴, 那会他甚至刚刚流产了第二个孩子不久, 但他依然照顾住莫灵威敏感的情绪, 莫灵威心里这么多年, 感谢的是蜀王妃的付出, 而绝不是偶尔露一下蜀王, 皇帝感到不可思议, 你以前对你大伯可是赞不绝口的, 事事都为他们考虑, 怎么突然就生他的气了, 莫灵威抿着薄唇, 看向皇帝, 我怀疑, 之前谢明安遇到刺杀, 跟这次沈宁宁被刺杀, 都是他做的, 皇帝愣了愣, 笑道, 怎么可能, 莫灵威沉着漆冷的黑眸, 我知道, 父皇可能难以相信, 毕竟一个伪装了多年的人, 大家早已以为他真的是那个样子了, 但我这次来, 正是想跟父皇商量, 给我一个测试他的机会, 我让你看到他的真面目, 说到这里, 莫灵威薄唇, 扯出一个冷然的笑容, 少年的眉宇凝住自意, 说不定等发现了真相, 父皇比我还迫不及待地, 想要大伯的命, 皇帝献他说的斩钉截铁, 不由地怀疑, 这小子是不是真的知道什么事, 他迟疑了片刻, 点头, 好, 你说来听听, 沈宁宁不知道的是, 因为他被刺杀了一次, 家里人疯了, 莫灵威也要为了他, 拉住皇帝一起跟蜀王彻底撕破脸, 不知是不是谢明安的警告起了作用, 一个月过去, 蜀王和齐飞再也没有多余的动作, 沈宁宁每次进宫去找莫灵威玩, 都听说, 齐飞自从九皇子走后, 就伤心欲绝, 终日在殿里闭门谢客, 潜心念佛, 就连皇帝几次关心询问, 他都隔门回话, 如果不是沈宁宁知道, 他本性就不会老实, 还真的以为他痛改前非了, 初秋来临, 沈宁宁这日去铺子里查账, 却没想到, 刚到店铺, 我儿就匆匆跑来, 姐姐, 昨晚门口躺着一个乞丐, 他面目全非奄奄一息, 但口口声声说要谢您, 沈宁宁微微宁谋, 他人在哪儿, 我们只怕是您认识的人, 但又担心他身上携带着病, 所以将他暂且送到了我们居住的后院柴屋里, 沈宁宁连忙让我带路, 本敢去柴房, 推门一看, 果然有一个乞丐模样的人, 躺在地上昏睡, 我儿, 他们给他铺了一层软褥子, 旁边的地上还放着一碗清水, 小姑娘走进两步, 能闻到他身上难闻的气息, 但沈宁宁没有嫌弃, 只是更加好奇地打量着他露出来的面容, 从眉骨到下颌, 整个左边脸都像是被活了过, 面孔扭曲, 显得有些可怖, 但沈宁宁只看了片刻, 就立马认出来了, 是张六爷, 果然如二哥所说, 他还活着, 沈宁宁忙问, 找郎中来看过了吗? 我儿摇头, 因为害怕他身份不明, 给姐姐带来麻烦, 云沈说暂且不要惊动郎中, 我们用店里的山泉水给他喂了几次, 店铺里的山泉水, 都是沈宁宁每天让人送郎山上抬过来的, 其实就是灵泉水, 幸好他跟神医学过奇黄之术, 连忙俯身为张六爷把脉, 脉象沉杂多变, 没有什么大的疾病, 恐怕是饿了太久, 身子很虚弱, 沈宁宁立刻让我去煮红糖鸡蛋来, 我儿刚走, 张六爷听见动静, 已经渐渐苏醒过来, 东家, 是你吗? 东家, 张六爷语气虚弱, 眼神浑浊, 却想尽力看清什么, 沈宁宁连忙握着他的手, 是我, 张伯伯, 你总算回来了, 当时听说你葬身火海, 我们都跟着着急呢, 张六爷咳嗽不断, 沈宁宁扶着他坐起来, 给他为了清水喝, 等缓了一会, 他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真正的安全了, 才泪流满面, 东家, 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他哭着诉说着, 自己这一路来东躲西藏的心酸, 听着张六爷断断续续的话, 沈宁宁逐渐理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 当初他带领农民们, 种植番薯藤, 果然遭到了李大人的刁难, 李家向他数次索要赢钱贿赂, 他不肯给, 就造成了后面起火的惨剧, 好在他早就发现, 李大人对他有灭口之心, 所以他在番薯藤仓房的一处角落, 挖了个洞, 以被不时逃跑之用, 果然让他猜中了, 大火是在半夜蔓延的, 他那晚被灌了许多久, 撑着神志从洞里爬了出去, 他不敢回头, 知道有人要他性命, 于是他只能不停地逃跑, 直到跑进大山里, 才敢扶着树回头看去, 他一年多的心血, 早已被火海汪洋吞噬, 也是那个时候, 张六爷才感到脸部疼痛, 原来他还是被火疗伤了, 但他顾不得这些, 只能赶紧离开是非之地, 在那之后, 李家大概也发现没有他的尸首, 所以, 私底下不断地派人追查, 张六爷不敢回到京城, 更没有办法偷偷给沈宁宁写信, 他只怕自己的信没到, 先被李家的人截获了, 他只能躲在深山里, 饿了就找点果子果腹, 直到沈宁宁将李家和谢苑九都绳之以法, 张六爷下山乞讨听说消息, 才敢往京城赶来, 这一路上, 他走得十分艰难, 全靠乞讨, 一步步地走来京城, 沈宁宁听着他诉说的心酸, 只感到不意, 张伯伯, 等你休养好了, 就跟我进宫, 将事情向皇帝伯伯说明, 皇帝伯伯一定会念在你的功劳上, 给予你加赏, 让你能安度余生, 张六爷却慌忙摇头, 不, 不, 东家, 我怀疑此事莫那么简单, 宫里一定有李家的内应, 沈宁宁疑惑地皱起眉头, 还有内应, 他一直以为, 李家纳摩做, 是谢苑九出的主意, 但张六爷却说, 我在跟李大人争执的那段时间, 他不断地用金钟贵人来要挟我, 还说, 就算我告到京城, 也有贵人替他拦下我的信, 让皇上根本不会相信我的话, 李大人绝不会空口无凭地吓唬他, 沈宁宁水灵灵的眼眸一转, 他想说的人, 莫非是齐妃, 张六爷不知是谁, 只是一脸茫然, 可若是宫里的贵人, 卫石魔要阻止我们种植番薯藤, 并且大肆破坏, 沈宁宁叹气, 因为那个人根本不想苍云国能度过天灾, 番薯藤如果能大批量地种植出来, 就会解决很多人的温饱问题, 而引起这些天灾的人, 显然是要苍云国不好过呀, 这就跟古大师与沈宁宁说的天灾系统重合了, 那个人掌握着所谓的这个系统, 一直在作乱, 很快, 我端着红糖鸡蛋来了, 张六爷实在是太虚弱, 沈宁宁也不放心让他住到别的地方去, 于是就叫来宫主府的侍卫, 将他抬去了宫主府, 那里有专门的医师和宫女照料, 并且, 还有古大师做伴, 又过半个月, 张六爷身体好转, 沈宁宁当即带着他入宫, 怕打草惊蛇, 于是秘密献了皇帝, 蜀王安排的眼线, 当夜就向蜀王汇报了此事, 宫主带着一个陌生的人进宫, 那人披着斗篷, 看不现脸, 只是进了御书房, 待了半个时辰才出来, 蜀王眯起眼睛, 桌上的烛火燃烧正旺, 将他的影子投印在多宝架上, 斑驳错影, 犹如妖魔, 他们到底想干食魔, 没过多久, 蜀王的眼线还得知, 皇帝秘密召见谢明安, 不知说了什么, 几日过去, 宫中传来圣旨, 皇上竟要废了齐飞, 将他贬为庶人, 打入冷宫, 蜀王心头一惊, 多方打听缘由, 竟听说, 是皇帝发现了, 齐飞有事情瞒着他, 那一瞬间, 蜀王心乱如麻, 难道, 皇帝真的知道了, 快到皇后忌日了, 这次皇帝决定在国寺里独坐三日, 魏皇后念诵网声金轮, 莫凌威也要陪同前去, 蜀王为了四级表现, 提出随行, 沈宁宁也在邀请之列, 他是为了去陪莫凌威的, 然而, 小姑娘在出发前几日, 夜长衣慌慌张张张地跟他说, 宁宁, 你知不知道, 齐秀威要定亲了, 沈宁宁颇为压义, 定亲, 和谁啊, 按照苍云国历来的习俗, 女子十三定亲, 十五级鸡出嫁, 可其秀威才刚刚过了十三的生辰, 怎摩其家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江青试定了, 和昌国公的长子, 梁元忠, 沈宁宁更远了水灵灵的黑眸, 你没开玩笑吧, 昌国公年过七十, 他长子都快四十了, 不是也有妻子吗, 夜长衣剁了剁脚, 所以我才着急来告诉你, 那两小公爷的妻子刚刚病逝, 留下两个孩子, 最大的, 只比其秀威小三岁, 其家给他订这门亲事, 摆明了, 是要把他嫁到高门去, 沈宁宁拧紧了戴梅, 肯定是其老夫人的主意, 他一直想利用家里的女儿们, 去攀富贵, 现在其妃惹了皇帝宴气, 再度进入冷宫, 所以, 其老夫人干脆不再打算, 将其秀威送进宫中了, 而是盯上了那些有点实权的王侯, 可惜侍林的王侯太少, 所以, 他就选了这魔一个刚死了妻子, 等着续贤的良缘中, 沈宁宁想了想, 连忙跟夜长衣说, 你想办法, 帮我将小薇约出来, 其家不让其秀威跟他来往, 故而, 他去邀约, 其秀威肯定出不来, 夜长衣摇头, 我也见不到他, 而且, 你没发现吗, 其家人都不让他来过学府了, 只怕要让他安生待嫁, 沈宁宁闻言, 只觉得棘手, 他思来想去, 直奔宫中, 找到裴颖, 说了此事, 裴颖正在巡逻, 但沈宁宁说有急事巡他, 两人暂且在湖边相见, 他手搭在佩剑上, 得知事情的经过, 也皱起了眉头, 所以, 公主是希望利用猛意, 再次送信给七姑娘, 裴颖有些犹豫, 眉宇深黑, 但卑直觉得, 在这样做, 只怕是有损弃姑娘的轻欲, 沈宁宁急得蹦大两下, 裴颖太高了, 他只能仰头瞪着她, 我必须要问问小薇, 他怎么想的, 难道, 你能眼睁睁地, 看着一个还没有, 急急的姑娘, 嫁给快四十岁的老头, 裴颖颖紧线, 好吧, 他让沈宁宁, 在这儿等他片刻, 不一会, 裴颖带着猛意过来, 自从发现猛意因为贪吃到处乱送信, 裴颖就不允许他乱飞了, 天天将他关在笼子里, 这次, 也是提着笼子来的, 笼内的猛意看现沈宁宁, 委屈得直扑腾, 嘴里嘎嘎叫着, 发出指控的声音, 裴颖听不懂, 但沈宁宁听明白了, 猛意委屈巴巴, 控诉这个混账主人, 不仅自己不懂享福, 还给他天天吃窝窝头, 最后, 他瞪着裴颖, 张开翅膀, 发出尖锐的阴体, 裴颖皱眉, 公主, 卑职时常觉得他在骂卑职, 将猛意借给您可以, 但可否请您告诉卑职, 他在说什么, 他知道沈宁宁能跟猛意交流, 更能听得懂动物说的话, 小家伙看了笼子里的猛意一眼, 默默地道, 他说你要是养不起他, 就趁早把他放了, 别耽误他, 去别人家享福, 裴颖领紧包唇, 黑漆漆的眼睛盯着猛意, 猛意, 嘎啊, 的一声缩起了翅膀, 瞳孔有些心虚的乱转, 怎么他的小主人就这么把他出卖了, 这只混账鸟, 裴颖无奈冷斥, 随后, 将笼子放在了桌上, 沈宁宁掏出肉干, 打开笼子, 猛意当即蹦出来大块朵頤, 吃了一堆还不够, 裴颖只见, 沈宁宁从袖子里, 源源不断地掏出各种肉干, 直到猛意吃得蹦跋起来, 小姑娘甜甜一笑, 猛意, 这次, 我要你帮我送信给小魏, 就是你常去的七家, 猛意将翅膀收了起来, 昂起脑袋, 那意思好像是不同意, 关久了, 都有点脾气了, 沈宁宁不怕制服不了他, 于是笑咪咪的, 如果你不同意, 我就只能让我家郎来跟你谈了, 猛意豁然睁圆了眼瞳, 一想到那群狼平时看见他, 就流口水的样子, 猛意顿时叼起沈宁宁准备好的信, 扑腾着翅膀飞向齐家, 裴颖看着他奋力扑闪翅膀远去, 不由得摇头, 还是公主办法多, 猛意性子傲, 不好驯服, 沈宁宁笑了笑, 梨窝浅浅, 能拿吃的收买, 就还是好鸟, 他们就在这里等着, 然而, 等了好久, 猛意都没回来, 裴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沈宁宁也想到了, 该不会是猛意被拦住了吧, 两人的想法一拍即合, 连忙出公敢去祈福, 在摘星楼上与几名大臣商谈政务的莫林薇, 余光瞥见沈宁宁的身影, 顿时站起身, 然而, 当她看清楚, 小姑娘身边站着裴颖的时候, 微微挑起眉头, 他们两个又想干什么去, 上次裴颖和沈宁宁通信的事, 她还没问清楚, 现在便又看见两人结伴出宫, 莫林薇漆黑的眼底翻涌起浓浓的不悦, 裴颖与沈宁赶去祈福, 但, 门房一听是沈宁宁, 连忙说主人不在家, 不方便招待公主, 言下之意, 不过就是不想让沈宁宁进门罢了, 只能换裴颖上前, 闽纯道, 我们来探望齐姑娘, 她应当在家吧, 门房不断摆手, 不在不在, 她只开着一条门缝, 看样子, 连门都不打算让他们进, 沈宁宁正想用身份压迫的时候,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冷力的声音, 在不在, 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莫林薇, 彭扶从天降一般, 从沈宁宁和裴颖的身边走上前, 一脚就踹开了齐府的大门, 门房在地上滚了两圈, 哎呦声连连, 爬起来以后, 嘴里刚想叫骂, 你竟敢, 然而, 当看县太子轻卫鱼冠而入食, 那庞扶要被抄家般的灵力气势, 她的话一下子卡在喉咙里, 说不出来了, 莫林薇副手, 带住沈宁宁和裴颖走进齐府大门, 阳光从她背后照耀过来, 令她轮廓显得冰冷黑沉, 去叫你们府里能说话的人过来, 门房急忙点头, 屁滚尿流地跑了, 沈宁宁忍不住上前, 哥哥, 你, 她话都没说完, 莫林薇便侧眸, 冷冷看她一眼, 我没有生气, 沈宁宁歪了歪小脑袋, 困惑地眨了眨眼睛, 什么生气, 她不是要问这个呀, 就在这时, 齐老夫人扶着丫鬟的手, 慌里慌张地赶来, 一看见莫林薇来, 她连忙带着仆从跪在地上问安, 不知太子殿下大驾光临, 鼻腑有失远迎, 莫林薇语气冷冷, 瞎了, 看不见公主也在这抹, 齐老夫人心头一颤, 急忙又向沈宁宁叩手问安, 平时再不喜欢谢家的人, 也不得不低头讨好, 沈宁宁默默地看着莫林薇, 看来, 哥哥是真的心情不好, 小家伙摆摆手, 让齐老夫人掀起来, 裴大人有一只老鹰, 叫猛义, 他经常来府邸里找小微玩, 方才他又飞过来了, 不知老夫人陷过没有, 齐老夫人连忙摇头, 没陷过, 裴尹却拧了拧眉, 她从怀中拿出鸟哨吹响, 猛义没有飞来, 但, 裴尹和沈宁宁, 还有莫林薇, 都听见了鹰蹄的猛烈叫声, 从后院传来, 在那边, 沈宁宁连忙提群, 率先寻着声音找了过去, 裴尹和莫林薇纷纷跟上, 齐老夫人面色大变, 坏了, 她眼珠子乱转, 急促地想着应对之策, 到了后院, 沈宁宁刚巧看见, 两名小司按着猛义, 老鹰早已被她用灵犬水养的庞大, 力气也不小, 两个小司都按不住她, 猛义扑腾着翅膀, 灰尘四箭, 放开, 莫林薇一声怒喝, 吓得两名小司马上松手, 猛义是个脾气大的, 扑腾着翅膀, 爪儿一爪子挠上两名小司的脸, 顿时出了血痕, 他们疼得满地乱滚, 猛义唧唧叫着, 跑到沈宁宁的身后躲了起来, 她控诉着这群人, 原来她刚刚飞到齐秀薇的院子里, 就被这群看守的小司给按住了, 那个老太婆不仅让他们抓了她, 还不顾齐秀薇的求情, 说要把她给杀了, 齐秀薇已经哭得昏死过去, 沈宁宁闻言, 转而看向匆忙赶来的齐老夫人, 小姑娘头一次真正动怒, 老夫人, 你好大的胆子, 猛义就在你府上, 为何要撒谎, 齐老夫人陷瞒不住了, 盲解释, 老身不知道这是公主殿下的老鹰, 否则, 万万不敢隐瞒, 只是这鹰几乎隔三差五就来, 差点把威尔带坏, 我们也怕猛禽抓伤她, 公主或许不知道, 威尔很快要定亲了, 怎么能受伤呢, 旁边的裴隐正了正, 莫灵威正愁, 无处发火, 我们问, 你老实作答就是了, 我在这儿, 你还敢扯谎, 殊不知我走了, 你会怎么对沈宁明他们, 说完, 他昂首, 事意随行来的太子亲卫, 齐老夫人瞒上不报, 念在他年老未长辈, 我不打他, 就由他儿子齐大人代授账法, 武放问, 打多少下, 莫灵威不假思索, 五十账, 让他好好受着, 齐老夫人脸色一白, 当即求饶起来, 没想到, 莫灵威更加冷冷, 你在求饶, 就在家十账, 齐老夫人只能闭上嘴, 抽掖着, 什么也不敢说了, 沈宁明默默看着莫灵威的行为, 小姑娘在心里重重点头, 嗯, 哥哥看来是真的很生气, 估计心情不好, 他还是不要惹他好了, 沈宁明提出请求, 小威怎么样了, 我想去看看他, 然而, 他去看了齐秀威, 却发现他, 昏着还默醒, 有一段时间默现了, 齐秀威消瘦得厉害, 沈宁明颇为担心, 趁着丫鬟们不注意, 从仙境里, 掏出一个装有灵泉水的水囊, 还有一些红果子, 放在了他的枕边, 小威, 你要快快好起来,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一道疲惫的声音, 是公主殿下来看弯了吗? 沈宁明站起身, 现齐夫人遇事, 带着丫鬟进来, 小姑娘颇为有脸, 齐夫人好, 齐夫人生的面善, 看见沈宁明, 也感慨地微笑, 点了点头, 威儿的朋友不多, 公主算得上最好的一个, 感谢公主来看望她, 不然, 若是等她定了清, 就要随世子远走了, 说到这里, 齐夫人抹泪啰气, 沈宁明看了一眼门口, 莫灵威和裴颖正在说话, 不知在讲什么, 她抽出空来, 与齐夫人在桌子边坐下, 齐夫人, 恕我斗胆猜测, 你也不愿意, 小薇嫁给一个年纪大她许多的人对不对? 齐夫人顿了顿, 也不敢点头, 只是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外面, 随后, 猜低声, 嗯, 这是我亲女儿, 我哪儿舍得她去给别人做续弦, 可是老夫人强势, 我争不过她, 沈宁明定了定心神, 其实, 我一直都想知道当年, 我娘亲生活在齐府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会让她跟齐府彻底决裂, 齐夫人, 你能告诉我吗? 齐夫人面色一白, 下意识摇头, 我不能说, 老夫人不让提起这件事, 沈宁明眸光, 漆黑有光, 倘若, 你愿意告诉我, 那么, 我也会试着为小薇努力, 帮她毁掉这门轻事, 齐夫人心头一颤, 抬起眼来, 显然有些心动, 她余光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丫鬟们, 心意横, 齐夫人将当年的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沈宁明, 原来, 当初沈司翊被带回齐府的时候, 外表是十四五岁的模样, 因着她漂亮, 且谈吐不凡, 所以, 齐老夫人有了别的心思, 主动将她留下来, 还让当时的齐老太爷任她为养女, 齐妃跟沈司翊的年纪差不多, 就以姐妹互称, 两人关系极好, 后来齐妃跟蜀王私下相识定情, 沈司翊还帮他们两个打掩护, 躲避严格的齐老夫人的追问, 但只包不住火, 还是被齐老夫人知道了, 齐妃人说的隐晦, 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母亲她从不在家里说, 只是听我夫君说过, 小姑姐, 她好像做了很丢人的事, 若是传出去, 会让齐府身败名裂, 沈宁宁心中引有猜测, 会不会是想说, 齐妃怀了蜀王的孩子呢? 后来, 齐静春不知动了什么念头, 恳求一向纵容她的沈司翊, 替她嫁给蜀王, 只怕是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的孩子, 但沈司翊早已与谢宿之相识, 更不可能答应齐静春荒唐的请求, 他们两个吵得很严重, 我嫁过来之后, 从未见过他们把关系闹得那样僵, 隔着门我听到沈姑娘对小姑姐说, 真后悔给你, 之后, 谢丞相便将公主的母亲接走了, 自此两家决裂, 再也没有来往, 听到这里的这一刻, 沈宁宁十分确认, 娘亲的天灾系统, 果然是给齐静春了, 沈宁宁从齐府离开的时候, 向齐夫人许诺, 她一定会为齐秀威想办法的, 几日过去, 快到皇后的继承了, 皇帝微服出巡, 带着莫灵威与蜀王, 还有沈宁宁, 前往国寺小住几日, 一来是为已故的皇后祈福, 二来, 皇帝定期要坟香, 感谢上仓, 保佑他的儿子莫灵威, 不要再救急复发, 上山的路有些滑拧, 马车行得有点艰难, 沈宁宁挑帘, 看见陈绍北带着将士随行护送, 还有陆统领与一批森严的禁军, 他心中定了定, 奇怪, 我怎么好久莫看见裴大人了, 他有些纳闷, 坐在他身边看书的莫灵威抬眸, 语气故作冷淡, 怎么了, 你想他, 沈宁宁诧异地眨了眨眼, 才不是呢, 哥哥不要胡说, 我是想问问他, 对小薇是什么感情, 他们能通信那么多年, 我不相信裴大人一点也不喜欢小薇, 如果, 裴颖能出力, 也帮忙解除齐秀威的婚事, 小薇该有多么高兴啊, 莫灵威冷哼一声, 他能有多喜欢, 这么久了, 都搞不清楚是谁跟他在写信, 我看也是糊涂, 沈宁宁歪了歪头, 今日小姑娘乌黑的发丝肩, 憋着几根流苏, 随着动作微微晃荡, 光泽炼焰, 哥哥, 你说实话, 是不是你为难陪大人了? 没有, 莫灵威暴毙, 冷冷垂眸, 继续看书, 却有些烦躁的看不进去, 沈宁宁拽了拽他的袖子, 真的, 那你怎么不敢看着我眼睛说? 莫灵威猛然抬头, 我没有, 然而, 他确实不敢跟小姑娘四目相对, 莫了, 他将书扔去一旁, 气恼地承认, 你怎么不相信我, 我就是给了他几个暗卫, 让他自己去调查, 梁元忠到底值不值得奇袖威夹, 原本是好事, 怎能算为难, 沈宁宁争争远眼谋, 你让他自己去调查梁元忠, 那可是昌国公事子, 万一裴隐行迹暴露被, 他话都莫说完, 莫灵威已经用手捂住了他的嘴, 他语气低沉, 这次看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了, 他如果喜欢奇袖威, 自然知道怎么做, 不要你为他操心, 沈宁宁无辜地眨了眨长节, 圆圆的眸子十分成澈, 莫灵威心头那点莫名其妙的火, 就被压下去了, 他收回手, 你困了就税会吧, 到国寺还有一点距离, 沈宁宁不困, 只是看着他手上的佛珠, 莫灵威有好长时间不带他了, 这次出来祭拜上苍与皇后, 皇帝特意嘱咐让他带上, 国寺已经提前三天被禁军检查封禁, 这会儿没有一个相克, 皇帝一行人抵达国寺, 住持老方丈带着一众沙迷, 站在门口迎接, 阿弥陀佛, 平僧参见皇上, 禅房一应百设都已布置妥当, 请皇上与众贵人落榻, 天气沉闷, 沈宁宁抬头看了一眼, 觉得浓晕厚厚的, 像是要下大雨了, 莫灵威自然而然地牵着他的手, 山上泥土湿滑, 我领着你, 两人经过蜀王身边时, 沈宁宁抬眸, 看见蜀王皮笑若不笑的, 他下意识皱了皱眉, 真不喜欢这个坏家伙, 莫灵威环顾四周, 杨眉冷问, 怎么不见戴伯母, 你大伯母身体不舒服, 自然来不了了, 蜀王回答得很快, 众人暂且在大雄宝殿挨个上了箱, 随后, 皇帝去休息, 沈宁宁便跟着莫灵威去了他的禅房里, 莫灵威叫来陈少北, 暗中吩咐了几句, 就让他去查, 到了下午, 陈少北返回, 朝莫灵威道, 果然如太子殿下所说, 蜀王妃被蜀王控制在府里, 并不是生病, 看样子, 是蜀王不允许他出门, 莫灵威沉袭, 薄眸中翻涌着圣幕, 他这魔对大伯母, 竟将我的主妇当成了耳旁风, 陈少北右言, 我还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 王府里的府兵几乎不见了, 作为王爷, 蜀王是有随身护卫的, 这些府兵比普通的护院还要厉害, 通常承担保卫王府的职责, 蜀王的府兵约莫有二百来人, 但陈少北回去潜入蜀王府的时候, 却发现几乎没有多少府兵巡逻, 他们都去哪儿了, 沈宁宁有些狐疑, 会不会是被拿去护送九皇子出京了, 莫灵威严里闪过厌恶, 他自己的大伯, 竟更喜欢齐飞的儿子, 真是可笑, 不管他了, 少北, 你多安排点人手, 盯好蜀王, 好, 陈少北点头, 考虑到沈宁宁的安危, 陈少北直接说, 我此次来, 还带了姜纸, 就让他守在沈小姑娘身边吧, 莫灵威眉头一拧, 姜纸是男的, 多有不便, 我为沈宁宁带了几名宫女, 会点功夫拳脚, 沈宁宁却忙说, 没事, 我跟姜哥哥比较熟悉, 他在也很好, 莫灵威脸色沉了沉, 有些不情愿, 但沈宁宁都这么说了, 他只能同意, 可他在心里无数次地想, 沈宁宁为师摩总有这么多好哥哥, 姜哥哥, 裴大人, 是他不够好吗, 他还需要这些人做什么, 用完晚膳, 沈宁宁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姜纸从外进来, 身上披着雨丝, 小姑娘才知外头下雨了, 见他一身铠甲, 威武不凡, 眉宇更是阴气许多, 这些年的历练, 让姜纸气质更加沉静, 宁宁妹妹, 姜纸见到她, 很是高兴, 平时她训练繁忙, 先少机会回到祥云村, 献审宁, 这次陈少北会带上她, 她很是意外, 姜, 小姑娘差点脱口出姐姐两字, 她看了一眼门口的宫女, 笑眯眯地掩饰尴尬, 姜哥哥, 这次我的安危, 就拜托你了, 姜纸顿时严肃回礼, 卑职定不辱命, 临睡前, 沈宁宁走到廊下, 看着黑压压的天空,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砸在屋檐上, 就像是放炮一样, 劈啪作响, 很快, 山上不断有汇聚蜿蜒的雨水流下来, 国寺坐落在连绵不断的山中, 沈宁宁不知未失魔, 心里有点不舒服, 故儿, 她睡觉的时候, 点了一盏灯, 且交代姜纸, 你们不要离开院子太远, 若是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 也不要单独去追, 姜纸点头答应, 然而, 沈宁宁刚睡下不久, 就被一阵急促的拍门声吵醒, 不好了, 宁宁妹妹, 姜纸的声音传来, 太子殿下救急复发, 皇上请您过去帮忙, 宝们, 冬至平安吉祥。